动物界最震惊13个惊人发现 浪漫的化身竟然是渣男 什么动物竟然可以永保青春 现代社会科技很发达 但我们与大自然却越来越疏离 很多人对野生动物的认知 都是透过网络上的图片 影片得来的 但这些刻板的印象 有时候跟事实有很大的差距 今天套篇研究院找出了 打破你刻板印象的动物 看完后你可能会惊叹 这么多年来自己都错了 喜欢这类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击订阅 以免错过精彩视频 Top13 肌肉猛牛 这种牛看起来有点恐怖 全身都是凶猛的肌肉 跟漫画中才会出现的角色一样 它叫做比利时蓝牛 在19世纪 比利时从英国引进了短脚牛 让它们跟本地的牛进行杂交 就出现了这种怪牛 比利时蓝牛身体庞大 而且肌肉异常地发达 犹如砖头块一般 它有着无数猛男垂涎三尺的身躯 被人们称为肉型坦克 它们虽然吃的不多 但生长速度极快 平均一天就能长三斤肉 而且肉质细腻口感好 蛋白质含量极高 这对于爱吃牛肉的欧美等国来说 无疑是一种福音 但是对于比利时蓝牛来说 这却是一场灾难 据研究表明 它们之所以会变成肌肉牛 因为体内缺少肌肉生长抑制素 才导致它们的肌肉无限制生长 而且胚胎阶段的幼崽就已经十分庞大 但母牛臀部由于肌肉的挤压 产道变得异常狭窄 导致分娩的难产率极高 不得不采用抛腹产 而抛腹产存在极大的风险 不仅会影响到母牛的生殖能力 而且还会有丧命的的可能 对于比利时蓝牛来说 它们的命运是悲哀的 这可能也是我国没有引进它们的原因吧 Top12 会吐蛛丝的山羊 照片中的山羊 是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基因工程所所制造出来的山羊 乍看之下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不过若是以它的基因上来看 竟有个惊人的发现 这些山羊的一部分的基因 竟然还有蜘蛛的基因 这些蜘蛛山羊 是基因学教授Randy Lewis的作品 那么为什么要把蜘蛛的DNA 移植到山羊身上呢 最主要是为了蜘蛛丝 蜘蛛丝 可是比克维拉纤维还要强韧的东西 克维拉纤维是用来做防弹背心的材质 虽然这么说 但是跟蜘蛛山羊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答案是 它们将蜘蛛吐丝的基因 转移到山羊身上 让高蛋白质的蜘蛛丝 来增加羊乳汁里头的蛋白质 当这些蜘蛛山羊生产羊奶时 里头就可以拥有带有蜘蛛丝的蛋白 当然 这种特殊的羊奶 是永远不可以再给人喝的 它从本来的乳汁 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工业材料 羊奶经过提炼后 就可以得到蜘蛛丝特制的材料 这些材料 可以用来做安全气囊 防弹背心 或是轮胎等 是非常坚韧耐用特殊材质 Top11会飞的猴子 它们有时被称为飞狐猴 体大如猫 从颈部 前臂 后足至尾端 有披毛的飞膜 能在树间滑翔 这种动物栖息在热带树林中 白天倒旋在树上 夜间活动以树叶和果实为始 虽然科学家说 它们并不是狐猴 也不会真正的飞行 但有关飞行狐猴的故事 却格外令人好奇 经过科学研究 这种擅长在空中玩特技的灵长类动物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虎猴 而是所谓的猫猴 也就是无猴 猫猴虽然不会飞 但它们却是顶级滑翔高手 它们的皮肤隔膜扩张后 可以将体形变成为扁平的降落伞形状 从而让自己能轻易从一个树梢 滑翔到另一个树梢 最远滑翔距离为136米 在这个世界上 得到任何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猫猴虽然从灵长动物进化出了飞行的能力 但它们却失去了对灵长动物来说 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拇指 这使它们变得笨手笨脚 再加上一摩的包裹 在地面上的时候非常无力和笨拙 Top10 会开平的蜘蛛 你敢相信蜘蛛竟然也会开平求偶 孔雀蜘蛛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品种 有毒但是对人类完全无害 这种蜘蛛体型非常小 只有5毫米也就一颗米粒那么大 在1878年第一次亮相时 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很多人惊奇地表示 这简直不像是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 目前为止 人们已经发现了85种孔雀蜘蛛 它们每一种都具有艳丽的身姿 和迷人的求爱舞蹈众所周知 孔雀中只有雄性 会通过展开尾巴的羽毛来吸引雌性 孔雀蜘蛛也一样 只有雄性孔雀蜘蛛才有这样的外表 而雌性相对低调一些 当它们遇到心爱的雌性蜘蛛时 就会开始跳舞 一边跳一边抬起尾翼并展开 此时尾部就像一张 抽象的印度毛毯一样 色彩斑斓 有时它们会左右移动 甚至像交通管理员一样 胶体张开双腿已是爱意 然而 雄性孔雀蜘蛛卖力的表演 不一定能俘获雌性的欢心 如果雌性蜘蛛没有看上它们 很可能当场就会将其吃掉 可以说它们的每一次求偶 都是压上生命的豪赌 Top9 每天交配数百次的雄狮 我们都知道 狮子属于猫科动物 猫科动物身上 具有很多共同特征 例如 大部分猫科动物身上都有稻刺 通常长在舌头或生殖器官上 这种稻刺通常不满在 雄性猫科动物的阴晶上 上面大概有一百多根稻刺 每根长十毫米左右 这种小钩由脚蛋白组成 非常坚韧 那么这些稻刺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可以挂下前一个雄性动物留下的精子 确保雄尸体内只会留下自己的后代 其次雄性生殖器官上的稻钩 还会促进雌性排断 这是因为雄性阴晶上的稻刺刮擦 雌性的阴道会令雌性感到痛苦 这种身体上的痛苦 传递到雌性的脑部神经 就会令雌性脑部分泌出特殊物质 促进卵子清除 而且这种卵子至少要达到四次交配 才能完全清除 这就是为什么猫科动物在交配过程中 雌性的表情总是扭曲且痛苦的 并且同时也解释了 狮子在交配完之后 为什么两只狮子还会互相吼叫 甚至扭打起来 雄性狮子的精子细胞大多是畸形的 原本就不易成熟的卵细胞 和畸形的精子细胞结合 生成受精卵的可能性会更低 所以要想让雌尸受孕成功 一周要进行200至300次的亲密活动才行 平均下来 每一天大概是20至40次左右 最多的时候 可以达到惊人的50次 如此频繁的交配 你可能会感叹 不愧是森林之王 身体到底是强壮的 其实这么想就错了 虽然狮子为了繁衍 每天可以交配很多次 但每次大概只能保持在17秒左右 柿子冲击量也只是以次数取胜而已 TALK 8 永远不睡觉的蚂蚁 睡眠是我们人类不可缺少的一环 但是蚂蚁却一辈子都不需要睡觉 是的 你没有看错 蚂蚁是一种永远不用睡觉的生物 它们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 甚至可以持续数月 而不需要进入睡眠状态 这让人不禁想象 在小时候幻想 不睡觉 一直玩游戏的梦想 真的可以实现了吗 我们回归正题 蚂蚁不会进入睡眠状态 但它们会进行一种 被称为休息的行为 这种行为类似于 短暂的休息和放松 让蚂蚁能够始终保持 警觉和活动力 并且蚂蚁的休息行为 通常发生在它们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这时它们会停下来休息几分钟 然后继续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 蚂蚁在休息期间 它们的身体仍然非常警觉和敏感 以便随时做好 应对外部环境的准备 其实 这种休息行为的原因 与蚂蚁的新陈代谢 和神经系统有关 蚂蚁的新陈代谢非常高 这意味着 它们需要不断进食 来维持身体机能 因此 它们通常会花费大部分时间 在密室和储存食物上 另外 蚂蚁的神经系统 也非常发达 能够让它们 保持高度警觉和反应能力 以便应对可能出现的威胁 因此 蚂蚁不会像哺乳动物一样 进入长时间的睡眠状态 但是它们会通过短暂的休息 来保持警觉和活动力 这使得它们 能够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 并保持高效的工作状态 Top 7 尝不出甜味的猫 我们经常能够在网上看到一些 有关于猫咪的搞笑视频 前段时间就有一位蚕食官 在网上发表了自家猫咪 吃奶油甜食的视频 他还非常高兴地和大家说 快看 我们家的猫咪随我 爱吃甜的 但其实可爱的小猫 是尝不出来甜味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哺乳动物是拥有味觉的 但是包括猫咪在内的猫科动物 它们在早期的进化中 由于基因突变 失去了对甜味的感觉 它们甚至能品尝出水的味道 但是就是没法尝出甜味来 科学家们在对猫科动物的基因组 进行研究后发现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 猫科动物体内与蛋白质相关的碱基 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正是因为基因的缺失 导致了蛋白质受体的缺陷 因此猫科动物缺少对甜味品尝的能力 也就是说猫咪们无法尝出 糖或碳水化合物的味道 其实猫科动物在味觉上 对甜味丧失的现象 并非是特例 像海狮 海狗 猎狗等七种哺乳动物 它们都已经丧失了 对甜味的感知能力 非常有意思的是 它们都是肉食动物 猫猫喜欢吃甜食 也只是对其中含有的 蛋白质和脂肪感兴趣 而并不是糖分 这是由于大量的糖味 会引发猫咪一系列疾病 如糖尿病 肥胖症 以及肥胖带来的激发病等等 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蝉食官们 千万不要因为有趣 而给猫咪吃大量的糖 这对它们来说 是可以致命的 TOP 6 永保青春的海豚 永保青春不长皱纹 这应该是很多爱美人士 所梦寐以求的 不过 海豚就可以做到 真正的容颜不老 这其实主要归功于海豚的皮肤 海豚的皮肤极其光滑 就像打了层蜡一样 不过 海豚除了拥有 软乳绸缎的皮肤之外 它们的皮肤还有一个 令人羡慕的功能 其实这个家伙 每隔两个小时 就会更新一次表皮细胞 这就导致海豚的皮肤 始终都如婴儿般细嫩 也就是说 海豚的一辈子 都会青春涌住 不论是死皮还是皱纹 统统都不会出现在海豚的身上 TOP5 大长腿的企鹅 无论是书本上还是荧幕上 企鹅基于我们的形象 一直都是胖子 呆萌 小短腿 走起路来 屁颠屁颠 摇摇晃晃 然而 研究人员通过对各类企鹅的 X光照及解剖表明 企鹅不仅有膝盖 竟然还有大长腿 也就是说 其实企鹅平时是蹲着走路的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企鹅在走路的时候 会用肚子在冰上滑行 原来是在放松膝盖 那么企鹅为什么要蹲着走路呢 有研究人员发现 企鹅后肢粗壮 肤脂骨极短 病骨发达 呈块状结构 因此他们认为 企鹅在地面直立时 病骨卡在骨骨与颈腹骨关节处 既起到稳定膝关节的作用 又可借其将骨骨与颈腹骨定位固持 无需肌肉长久收缩 是一种节约能量的好方法 所以企鹅蹲着不仅不累 还挺舒服 除此之外 也有学者认为 企鹅的这种身体构造 可以更好的孵化 保护后代 企鹅双腿形成的 穹顶式形状 用腹部的皱皮 把蛋火小企鹅盖住 保持体温 抵挡寒风 为后代制造温暖的环境 TOP4 没有上排牙齿的奶牛 每当你看到牛时 它总是在不停地吃草 如果我对你说 牛没有上牙 你大概不会相信 其实说牛没有上牙 那只是说 它没有门齿和全齿 它还是有前旧齿的 也就是常说的草牙 这是为什么呢 在动物界 食肉类动物 在捕捉肯咬动物时 需要用门齿和全齿 而牛这种食草类动物 它不需要这些牙齿 按照生物进化的观点来说 常使用就发达 不使用的就退化 牛从来不肯咬动物 上门齿和全齿 也就渐渐地退化 直直没有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 它吃食物 牛是反出动物 它的舌头又宽又尖 在舌背面 有一个椭圆形的隆起 两侧分布很多 已经角质化的乳头 在上门齿和全齿的部位 形成了一种叫齿板的装置 齿板很硬能代替门齿 当牛吃草时 先伸出舌头卷起饲料 送到上须齿根和下须门齿中间 靠牵引头颈 将草切断 再简单地吃下去 而吃得差不多时 再从胃里反上来 用上下两排旧齿研磨的更碎 再吞进胃里 以利于消化吸收 这就是反除动物的特点 除了牛之外 反属于牛科的动物 都没有上门齿和全齿 因此 可以通过观察牙齿的方法 分辨动物的种类 甚至我们在考察动物的化石时 一般都先从牙齿上进行鉴别 Top3 长着大黄牙的大老鼠 这可不是什么大老鼠 它的名字叫河狸 也被叫做海狸 是镊齿动物中最大的一种 体型肥大 头又小又顿 颈部和腿都很短 模样上和老鼠比较接近 不过河狸要比老鼠大得多 也聪明很多 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河狸 强大的牙齿和建筑能力 河狸会利用自己的力齿 河狸会啃断树木 然后拦合剑霸 甚至被称为动物界的土木工程师 河狸的牙齿有多强大 有资料显示 一只河狸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 放到一棵直径约13厘米的大树 在看到河狸牙齿强大的同时 你可能已经发现 河狸的门牙是橙色的 这可不是因为它们 不刷牙导致的个人卫生问题 它们的牙幼稚中 含有真正的铁元素 这不但让河狸的牙齿 变得异常坚硬 锋利还出现了和我们不一样的橙色 它们牙齿前部的橙色发廊质 比背面的白色牙本质磨损的慢 所以河狸咀嚼树木的过程 更像是在磨刀 牙齿也越磨越锋利 也是正因如此 河狸的牙齿成为了 早期人类使用的工具之一 据说 最古老的木质雕像中 有很多都是用河狸牙齿 制成的工具雕刻而成 河狸的牙齿 和大多数镊齿类动物一样 在不停的生长 每年能长约一百二十多厘米 这比成年和梨的身长还要长 所以如果不想被自己的牙齿杀死 磨牙几乎就是它们每天的必修课 套二 暗地偷吃的鸳鸯 一直以来 鸳鸯在人们的心中 都是永恒爱情的象征 是一夫一妻 相亲相爱 白头偕老的表率 不过 现代动物学研究 早就证明鸳鸯 并不是什么一生一世只挨一个的痴性鸭 其实 鸳鸯并不是传统的一夫一妻之鸟类 雄性鸳鸯会在繁殖期间 像多只雌性鸳鸯求偶 也会出现多只雄性 像同一只雌性求偶的现象 甚至偶尔会有同性恋人出现 它们只是在一个繁殖境内 表面上知性一夫一妻之 暗地里偷吃却是常态 在完成交配之后 雌性鸳鸯就会在 靠近水面的树洞里 筑巢产短 雄性的职责就是守护巢穴和雌性 但它不参与夫卵 等到小鸳鸯从淡里破壳而出的时候 雄性也不参与御除 这段所谓的忠贞美好的爱情 到此也就结束了 雌性从此进入单亲家庭 带娃不易的模式 而这时候的雄性鸳鸯 就会去寻找下一只雌性鸳鸯 或者悄悄换一身衣服完消失 繁殖期结束后 雄性鸳鸯就会换上一身灰衣服 等到下次繁殖期来临的时候 雄性鸳鸯就又会长出色彩斑斓的羽毛 继续干活 Top 1 钟情一生的赤麻鸭 上面讲了鸳鸯其实是道貌岸然的渣男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真正的鸳鸯 其实赤麻鸭才是正牌的鸳鸯 现在我们熟悉的鸳鸯 在古代叫做西赤 在古人对鸳鸯的描述是 奇大如雾 奇致性黄色 头戴白长毛 垂直至尾 尾与赤皆黑 这些特征 包括白头 杏黄色 尾巴和翅膀有黑色 都是赤麻鸭的典型特征 赤麻鸭是真正的一夫一妻制 而且只要秋偶成功 并且不出意外 就会终生结队生活 和鸳鸯不同的是 赤麻鸭会双方共同教育除鸭 由于赤麻鸭会一直形影不离 而且白色的头 又有着白头偕老的美意 所以称为爱情的象征是实至名归的 那为什么后来鸳鸯这个名字会被西池抢走呢 这是因为古人有时看到西池成双成对 认为他们跟鸳鸯是类似的鸟 再加上繁殖器的熊西池身上有许多紫色羽毛 所以西池也被称为紫鸳鸯 大诗人李白曾写道 西池子鸳鸯 双双戏停忧 行乐征昼夜 子言渡千秋 到了宋朝以后 西池由于相貌出众 导致人气飙升 因此赤麻鸭也就渐渐地被人淡忘了 而直到明清时期 真正的鸳鸯 赤麻鸭 渐渐被人忘却 而西池则全面占忧 拥有了鸳鸯这个名字 没想到白头偕老 却输给了颜值报表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